你大哥為人沒什麼擔心 最擔心就是賭 不懂就學習 只要肯做不怕吃虧 沒人… 原來我最擔心就是賭 你這麼不爽? 要賭什麼? 老闆,我說真的 工錢的費用不相干 最重要是有工作 我可以幫忙人家 我最擔心就是賭 賭垃圾就行,賭夜香也可以 有得讓我賭就行 甚至賭米、賭蛋、賭煤我也行 賭…賭什麼? 我說你馬上賭米壽星就對了 我都說了這裡不請人 別妨礙我們做生意,請… 不相干…打擾了… 笑完了嗎? 什麼? 不過不是陳大福,我打死他 你上次說推了我,弄死了嗎? 為甚麼他殺了我,站在那裡 為甚麼…為甚麼我這樣也不能死 豈有此理,弄得我這幾天 走開,你踢不下 他好像在走過來 他不是找你報仇嗎?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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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大夫,田大夫… 你…你別裝傻了,當看我都沒事 這位大叔,你臉對臉都喊得這麼大聲 我相信看來你還是叫我了 我當然是叫你了 你欠我的五十兩免罪金,何時還 我欠你五十兩?不好意思 前兩天我掉到山崖,撞到腦筍 我甚麼都忘了 有這種事? 你真的不認得我們倆是甚麼人? 還沒請教 看來他真的不記得我們是誰了 早知道你作弄他一百兩了 是… 是還是不是? 當然是你何時還那五十兩免罪金給我 說到這一層,我正在找工作做 若然你肯推薦這份工作給我 我拿到工錢了 自不然就還那五十兩給你了 介紹這份工給你? 不是我自吹自擂 聽說我最擅長就是賭的 賭垃圾也可以,賭椰香也可以 賭米、賭蛋、賭煤也可以 總之有得賭就行了 真的賭什麼都行了? 富哥,一看到這副馬吊加上這三顆顏色 是否特別聰明呢? 這副馬吊是普通馬吊,沒甚麼特別 對了,剛才你不是有份工介紹過我嗎? 為甚麼把我拘捕到這個地方? 甚麼是這樣的地方? 你剛才說你最擅長是賭的 就拘捕你來打回舊本了 富哥,是賭錢的賭錢 富哥,在武地鎮有誰不懂得富哥 你簡直是賭片天下無敵手 漁夢吧? 簡直是人稱賭神 真的? 不過我現在不然之間見過肚子有點餓 下次才賭過,我回家吃飯 是… 如果你的酒量真的好,我能敬你一杯 是… 爽了 話說回來,喝完這杯就好了 再喝下去,我怕我不得客,我回家了 你們不是開玩笑吧?這副馬釣是這樣的 這副馬釣有甚麼問題? 你們看不到嗎?這副馬釣把我每一隻都… 怎麼樣?你打不打?不打就還錢了,五十兩 對了,富哥,你賭錢這麼厲害 讓我把他剝掉,贏了五十兩回來 但你這樣打,我一定贏了,不好意思 甚麼不好意思?你一定贏了又怎樣 我沒錢輸了?快打吧 你這羊什麼鬍子,強行讓我打 待會輸到你甩褲子,你別賴我 好,爽了 爽了 爽了 請一息,單斷雪樁一筒 不好意思,又是你出鬍子 怎麼搞的?我打了兩隻一筒 你知道我一定有第三隻嗎? 如果我告訴你 我看算你判馬釣牌,你信不信? 離譜了,打了幾圈而已 輸了十幾次,打不打? 真是撞鬼 我說撞鬼的是他才對 真是的,好像有偷視眼似的 每次都扣起人家的叫會牌 這二十兩銀,你怎麼得回來的? 我剛才被威少和福少拉去打馬釣 我和大貴頻頻頻頻頻頻去籌錢 贖回家店,你又去跟人打馬釣 你聽我說下去才行 真是的,我不知道為何可以看穿牌 結果就贏得開了行 連我之前欠了阿威少的五十兩 免罪金也還清了 是真的嗎?你懂得看穿那些馬釣? 我問你,我的手裡面有什麼? 你的手裡面就沒事 不過可以看穿你裡面的衣服 這麼瘦的花是什麼顏色? 不小心 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收回店舖了 碧玉,你不是打算跟大哥賭錢嗎? 你不是忘了我們店舖上次 是怎樣被大哥輸了的? 他現在想看穿那些牌子嘛 一定是沒有輸了 十賭九片 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看穿那些牌子才行呢? 豈不是今天有福他們不知道想用什麼詭計 就給小小甜頭的大哥哄他落塞 然後就騙他更加多的錢 結果我真的贏得了錢 不准看 總之輸錢加恩贏錢起 還有,靠得贏回來的錢 根本就是不義之財 多多我都不稀罕 你也說得對,那你聽著吧 以後別跟那些壞人打罵吊了,知道嗎? 好,那些鹿鹿麵,好吃嗎? 爽了 你快點吃,吃完之後我們走吧 去哪兒? 去幫我贏一間店舖回來 你不是說過,我聽阿貴說 千萬不要再跟金友虎來打馬吊嗎? 我不是叫你去打馬吊 我只是想你去一次賭方 幫我贏一錢,我們就可以贏一間店舖 有分別嗎? 有,你記得大貴說過嘛 十島九片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替天行道 贏了他們的錢回來 讓他們乖門大吉以後都不可以再害人 明白嗎? 此名非名 你信…你信我吧 爽舌真的很想我可以看穿馬吊 上次… 這是你這次開單開張看不到 對了,不知道為甚麼呢? 你有消失嗎?原來當我忍不住手 大意滅親 你會把聲音跟我的外表這麼不配嗎? 好,你別這樣 好,你別這樣 飛玉,你別這樣 錢不輸都輸了,你扭成這樣也沒用 來,喝一杯茶,先上一條氣 現在無緣無故連那二十兩也輸了 你那條氣怎麼相信? 那二十兩也是大哥無緣無故贏回來的 你就當冤枉來,瘟疫去 你這個大哥也不喜歡弄我 但我真是相信他可以看穿那些牌子 十賭九騙,我想大哥也是被人騙的 但我猜也猜不到 飛玉你居然會上人家當的 你還說嗎? 人家這麼做 只是想賺點錢回來熟一間店 到時候